怎样帮助自己,怎样救自己,救这个家庭,救我们这个村,救我们这个小镇。 那你要问我,用什么方法最好? 我知道,但是你不相信。 那佛法里面,第一法,就是诚心诚意,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 这个法子描决了,怎么念? 七心动念的时候,不问这个念头,是善,是我,不要问这些。 只要念头一起,立刻解决到阿弥陀佛。 不要让念头相续,把它换成阿弥陀佛。 悟念归阿弥陀佛,善念也归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是亲近平等觉,这个经上说的,亲近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 所以念阿弥陀佛,就是念亲近平等觉。 那,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防止我们被污染。 那,我们不被外面环境污染。 这个法子描决了,人人都会念,难与老少。 一切时,一切处,统统可以念。 有不相信,有反对的声音,我们可以默念不出声。 效果完全相同。 不单释迦如来,所说一切法,最后归这一句佛号。 世尊告诉我们,释佛三世。 一切诸佛如来,为一切众生说法, 莫乎一朝,统统皆归在阿弥陀佛。 多殊胜啊,多么不可思议啊。 啊,我们怎么可以疏忽呢? 啊,希望我们常常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 啊,功夫不得力的时候,也会常常忘掉,常常忘掉,不怕,想起来赶紧几论。 把念佛呢,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,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。 我要解决了,我要解决我的问题。 我要特立六大轮回,我要特立十二节。 啊,一行一,求神净土。 啊,一行一,求神净土。 是真的,不是假的。